1970年4月24日夜晚 远在大西北的九泉卫星发射中心 灯火通明 一个绝密的任务已经进入了最关键的时刻 东方红一号卫星和长征一号运载火箭开始发射 倒计时 这是许多第一代中国航天人一生中最重要的一天 钱学森当时是第七机械工业部副部长 兼解放军第五研究院院长 对他来说除了坐镇指挥任务外 还有另一件神秘而重要的事情 让他十分牵挂 正是在这一天 位于北京城西的解放军工程兵招待所里 来自全国的科研人员和专家聚在一起 会议讨论的中心议题只有一个 中国未来的载人航天飞船 应该是什么样子的 会议中 设计人员向大家展示了初步设想中的载人飞船样图和一个飞船模型 这艘飞船的名字《曙光一号》在当时也被列为中国尖端领域的最重要机密之一 我们当时做的这个曙光号的飞船的方案是两舱方案 就是一个返回舱 一个服务舱 有点类似于美国的双子星座那样的方案 它的重量是大约是三吨左右 称两名航天员 其实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 美国和苏联两个超级大国一直大搞载人航天比赛 早在1961年4月12日 苏联塔斯社向全世界播发了一条重要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新中国成立之后 美国和苏联在外太空的竞争 一直引发着毛泽东 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 有关飞天的战略思考 发展载人航天事业 对于一个国家和民族长远未来的巨大价值 是他们最为关注的 1970年7月14日 载人飞船总体方案讨论会结束两个多月后 国防科委的一份秘密报告 送到了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的办公桌上 报告中明确提出 即着手载人飞船的研制工作 并开始选拔训练宇航员 毛泽东主席在这份文件上画圈表示同意 中央的批准意味着中国载人飞船工程正式上马 它有了一个秘密代号 714工程 但当时中国科技水平 工业水平和财力水平有限 曙光一号飞船面临着许多久攻不下的技术难题 从1972年开始 曙光一号飞船的研制速度开始放缓 还是周总理处理说话了 我们现在不给苏比两个超级大国 搞载人航天比赛 我们先把地球的事搞好 先搞什么呢 先搞气象维星 搞通信维星 搞防御式维星 在周恩来总理的建议下 中国航天人开始着手布局研制返回式卫星的任务 从发射遨游太空的人造卫星 到发射可以在指定时间 指定地点回收的返回式卫星 中国航天人面临着新的考验 科研专家以东风五号导弹为基础 经过三年的研究改造 研制出了长征二号运载火箭 这枚火箭将把中国第一颗返回式卫星 送入到数百公里的近地轨道 1974年11月5日12时50分 研制团队闯过道道技术难关 终于迎来洗送火箭和卫星出格的时刻 发射程序顺利地进入到了一分钟准备倒计时的时候 发射指挥员准确地下达了一分钟准备 指挥员果断地命令到停止发射 卫星和运载火箭断电后 整个指挥所的空气里都能嗅到紧张的味道 身在指挥所的前学森 立即组织技术人员分系统查找故障原因 唐博厂是返回式卫星总指挥兼总设计师 当年他也在返回式卫星的发射现场 亲眼目睹了哪一刻骨铭心的时刻 口令下达以后供电出现了问题 整个卫星上摇测数据全没 所以这个时候的话 你要把卫星打上去就是一个铁格的 工作人员迅速登上几十米高的发射塔架 手工操作 迅速更改了卫星脱落插头的供电方式 排除了故障 故障得到了排除 又经过再次启动实验 最终证明卫星工作正常 那么接下来的发射到底能成功吗 所有人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 1974年11月5日17时40分 九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场 距离发现部长过去大约五个小时之后 发射部队重新组织发射 长征二号火箭搭载着中国第一颗返回式卫星 准备升空 这段视频是2013年底才对外发布的 它拍摄于1974年11月5日 当现场点火指令发出后 火箭正常起飞 起飞6秒钟后 火箭出现了越来越大的抚养摆动 吸去了平衡 飞行到20秒时 火箭姿态失稳 安全自毁系统启动 随着一阵巨大的爆炸声 所有人都惊呆了 工作人员连忙走出了指挥所 想在外面看一看火箭的飞行情况 看到了发射场的上空出现了巨大的火球 他的脚下感觉到了一阵震颤 愣了片刻 工作人员赶忙返回 把情况报告给了钱学森 钱学森连忙驱车火速赶到现场 眼前的景象让他说不出话来 只见火箭和卫星炸得支离破碎 残骸遍地 周围不少科研人员目睹这一情景 忍不住哭了起来 这是中国航天史上 以四杠人刻骨铭心的势力 但失败 不能将中国航天人打倒 在钱学森的带领下 他们开始分析查找发射失败的原因 科研人员迅速开展了回收检查工作 此时正是11月份 大西北荒漠已经进入了寒冬世界 他们冒着寒风在天寒地冻当中 把沙漠翻了一尺多深 用筛子把炸碎的火箭卫星残骸 一点点地筛出来 经过分析研究 最终他们找到了 卫星发射失败的原因 事故源于火箭中 一根导线中的铜丝的断裂 由于一根导线 在这个飞行过程当中 由于震动 断裂 这个导线正好是空系统 一个主要的一个信号线 整个飞行的控制 就遭遇到失败 就是这么一根小小的铜丝断裂 让中国第一次返回式 卫星的发射遭遇了失败 给中国航天人带来了沉重的打击 背负着沉重的压力 科研人员重新对卫星和火箭的几十万个零件 进行全面测试 并采取有效的安全保障措施 对原先总装完成的产品 全部分解 返回各生产厂家 重新进行严格的质量复查 事故发生一年之后 1975年11月26日 11时30分 在这第一颗返回式卫星的 长征二号运载火箭 在九泉卫星发射基地的发射场 准时点火 轰鸣着离开发射台 升空 接触着大和人民的重货 离开了发射台 开始了它的万力航程 第二级分离平稳 卫星核运载火箭分离 发射成功了 1975年11月29日 卫星在轨道上按计划 运行了三天 完成了绕地球47圈的预定任务后 从太空冲进地球的大气层 安全返回地面 中国也由此成为 继美国 苏联后 第三个有能力自行研制 及发射返回式卫星的国家 为中国日后发展载人航天 奠定了基础 返回式卫星早期发射成功以后 跟我们后来型号的话 打下了很好的技术基础 飞船的话能够那么快的 就发射神舟一号 一直到神舟五号就上人的话呢 都与返回式卫星的很多技术 这个基础的话有关系 一些技术攻克了以后 碳月 碳火我们都用上了 1979年 邓小平开启了九天的美国之旅 在九天的紧张行程中 邓小平专程前往 位于德克萨斯州的休斯敦 这座城市拥有世界文明的 载人航天控制中心 在这里 邓小平第一次近距离接触到 阿波罗17号飞船的指令舱 和月球车 他直接登上航天飞机模拟座舱 现场的人们都能感受到 他的目光已经投向了 遥远的太空 我从自防美回来以后 对中国的载人航天 是非常的关心和重视的 他实际上心里面是非常有数的 中国如果没有航天的崛起 没有载人航天事业的成功 建立强大的中国是不可能的 怀揣着对中国发展载人航天的迫切期待 中国科学家们也在耐心等待着时机到来 1986年3月 中国科学院的王大恒 王干昌 陈方允 杨家驰 四位科学家 以急迫的心情 建议中央尽快制定规划 跟踪世界战略性高技术发展 缩小于国际上的差距 邓小平迅速批复 此事以速作决断 不可拖延 这就是后来著名的863计划 863计划得到国家财政100亿元经费支持 其中航天技术领域就占了40% 属于重中之重 已经停滞了10年的中国载人航天工程 终于等来了新的机遇 当时863计划有7个委员会 载人航天领域专家委员会 就是第二个 叫863-2 王永志就在这里面 主要目的就是要论证载人航天的这个必要性 和这个途径 很快 一个全国60多家科研单位 2000多人参与的大论证开始了 中国的载人航天如何起步 飞船还是航天飞机 专家们的意见并不一致 机派和船派争得很厉害 机派的专家们认为 航天飞机代表着航天技术发展的潮流 未来的航天器应该是天地往返的 可以重复利用的 20世纪80年代末期 正是航天飞机发展的黄金时代 它独特的起飞 载轨与返回方式 给许多中国航天专家留下深刻的印象 因此在论证过程中 很多专家认为 我们应该立足于世界的高科技 按照潮流走 可是船派的专家也有不同的意见 船派的专家认为 我们搞航天飞机 不具备这个工业基础 飞船的好处就是 它可以非常快地搞 有过去的技术基电 技术基础很雄厚 人才也有 技术也有 包括我们的发射场 返回的地方 这些都有现成的技术 这是当时经过专家们 反复筛选出来的 五套天地往返运输系统技术方案 在这五套方案当中 四套为航天飞机 只有一套是载人飞船 当时追求高新科技的王永志 也是坚定的机派 他所在的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 上报的就是航天飞机方案 刘继元 曾家栋 两位航空航天部的副部长 就找到王永志 就跟他说 现在如果说是 咱国家搞航天飞机 按现在的计划 那2000年才能出来一个样机 那么可能就比较晚 要想早点实现载人上天 那么你例如2000年能够上天 或者说甚至香港回归之前 咱就能上天 那他的意义就更大了 他一听说国家要想快 那他就意识到目标变了 所以他就当场他就表态 那我支持飞船吧 最终经过充分论证 专家们逐步达成共识 飞船能更快更省地 实现载人上天 未来又可以为建成空间站 运送物资 更适合国情 中国的载人航天事业 应该从飞船起步 当时全世界公认 载人飞船技术最成熟的 最先进的国家是苏联 中国的载人飞船 开始研制之时 苏联的联盟TM型号飞船 刚刚问世不久 因此中国飞船的设计起点 瞄准的正是苏联最先进的联盟TM飞船 科研人员以它为赶船目标 采用了推进舱 返回舱 轨道舱 组成的三舱方案 为后续的技术公关 创造条件 除了飞船系统外 国防科工委组织多位航天专家 对航天员系统 空间应用系统 火箭系统 发射场系统 测控通信系统 着陆场系统 进行了论证 历经半年 最后形成了 921工程技术经济可行性论证报告 作为可行性论证组组长的王永志 建设性地提出 在飞船和空间站之间 增加空间实验室阶段的建议 从而形成三步走的 后续任务衔接设想 第一步是发射载人飞船 将航天员送上太空 并安全返回地面 第二步是发射空间实验室 突破出舱技术 交汇对接技术 和验证空间站关键技术 第三步建造空间站 很快 技术经济可行性论证结果 和三步走建议 得到了中央专委和中央领导的肯定 1992年9月21日 中共中央决定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正式上马 工程代号921 60岁的王永志 被任命为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总设计师 高兴之余 也特别担心 载人航天工程 是中国航天史上 组成最复杂 技术要求最高 难度最大的一个工程 而且它的特点是载人 人命关天 所以感到责任多大 但是它的意义也更大 所以当时我就下个决心 一定全力以赴 全神贯作 做好这件事情 1994年 中国载人飞船正式被命名为 神州号 神州 意为神奇的天河之州 是神州的谐音 象征着飞船研制 得到了全国人民的支持 预示着整个中华民族 都将为飞船的诞生 而无比骄傲与自豪 经过中国航天人 七年多不懈的努力 终于迎来了第一次 神州飞天的兴奋时刻 1999年11月 神州一号无人试验飞船 长征二号F火箭 先后抵达九泉发射场 九泉卫星发射中心 是中国人航天梦想 启航的地方 神州一号无人试验飞船 长征二F运载火箭 将在这里待命出征 当天凌晨 一百多米高的发射塔架 各层平台陆续打开 露出了长征2F运载火箭的裙子 随着点火口令的下达 长征二F运载火箭 托举着神州一号无人飞船 和中国人的飞天梦想 直冲云霄 飞船在顺利完成了 轨道任务之后 准确着陆在了 绿地回收区域 这是中国赛人航天工程的 第一次飞行试验 标志着中国成为继苏联和美国之后 第三个掌握了飞船 天地往返技术的国家 星空浩瀚无比 探索永无止境 中国载人航天 由此起航